9月13日中秋节傍晚 女星金乔乔现身机场遭围拍 素颜的她身穿T恤短裤 眉腿纤细 如此娇好的身材 令人难以置信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细看之下 金乔乔手背上还贴着书页的医用胶布 在河家团圆之夜 却要独自带兵飞往外地 金乔乔用亲切的东北枪透露 是要外出工作 中秋啊 出去赚奶粉钱 你去哪 去暖和的地方 没看我穿得不凉 乔乔姐 您这是在说笑吧 面对记者粉丝诧异提问 你不是已经嫁入豪门了吗 金乔乔居然予以了否认 哎呀 网上都一个别信了 嫁豪门大中秋节的还出于赚钱啊 中秋节还外出赚钱 乔姐也实在是够拼的 金乔乔还大方调侃 自己已过气 开玩笑提醒粉丝和记者直播 别忘加美颜 你们这是抓哪个大明星呢 别怀了 我认识 就看你啊 过气就行了啊 网上都说 黄脸疼 还在给自己做 这可以我带着口罩 都帮我美颜一下啊 他与大家一路闲聊 临走时不忘天心送上冬秋节快乐的祝福 看来乔乔姐真的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也太接地气太亲和了吧 呀 我认识 还没说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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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